大家好,我是慕子鳳雲 那今天呢,要為大家開箱的東西就是這個 大家看到,GoPro 9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我在 去年的時候有開箱我買GoPro 8的影片 不過那個GoPro 8呢 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合買的 那今年的GoPro 9就是我自己一個人買的 因為我對Zeta也非常有興趣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一下這個最新的GoPro 9 那我們光從外盒可以看到說 GoPro 9跟我們GoPro 8就有很大的差異喔 GoPro 8它這邊這一塊 就是一個類似像是展色的樣子 然後把我們的GoPro展示在裡面 但是GoPro 9不是 GoPro 9它裡面直接變成一個外出的攜帶盒了 像這個變成外出攜帶盒就覺得很方便 因為像GoPro 8那樣展示我們就不會帶出去 但是如果像GoPro 9這個 我們就可以把它帶出去了 接下來就一起來開箱看一看裡面的東西到底有什麼吧 那首先我們就打開這個盒子來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但其實我在購買的時候 當下我其實就有開箱來看過裡面確認過的東西了 那我們打開看一下這盒子 盒子打開之後基本上這邊你就會看到我們最新的GoPro 9 這台 我們最新的GoPro 9 除了GoPro 9以外 裡面會附的東西它有像是這個 這個 Type-C的傳輸線 然後還有像是這個基本可以裝它的基座 另外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你可以貼在像是安全帽上的那樣的東西 還有我們基本的這個螺絲 那這些就是它裡面基本附的東西了 就是一些基本的東西啦 一台GoPro 然後 螺絲的那個還有線跟我們的頭 這些 這個可以接到它上面的 就這些 這些是基本的物品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GoPro這一台有哪些特色 首先如果你仔細看的話會發現 你如果GoPro 8啦 你手邊如果GoPro 8 你去跟這台去做比較 你就會發現說 這台GoPro 9 它其實比GoPro 8還大 我在購買現場的時候也有實際比得過 不管是在GoPro 9集成 你從上市圖去做比對 會發現GoPro 9 確實比GoPro 8還要大了一些 從測試圖去看的話 GoPro 9也比GoPro 8大了一些 包含電池本身也比GoPro 8還要大一些 所以 你今天如果有GoPro 7或GoPro 8的電池的話 在GoPro 9上基本上是不太適用的 但是我有實際比對過 這邊這個 電池這幾個洞跟 8跟9之間是可以對上的 但是8的電池比較小 所以你如果插進去這裡面使用的話 你必須用手一直按著 然後去按電源開機 其實可以打開 因為我當時有試過 但其實很不方便 因為你只要手一鬆開就斷掉了 那9有哪些特色呢 我覺得9最大的特色是這個 前面的螢幕 因為8有一個確認 就是假設我今天是 在拍像Vlog影片自己拍的話 其實我沒辦法去確認說 我8的畫面是什麼 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另外去連個手機 然後用手機去看說 你現在到底拍了什麼畫面 但其實這樣也沒有很方便 那9今天有一個前置的螢幕 你可以透過這個螢幕 直接看到說你今天拍攝的畫面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它這個前置螢幕 所能顯示的方式又不只一種 它有好幾種的顯示方式 我們來開給大家看 那我們打開要調整的話 我們直接從上面滑下來 這個 我們的這個圖示 它就是可以讓你去調整的 那我現在是把它打插 它可以調幾個 首先第一個 打插這個圖示代表是 你把前置螢幕關掉 如果你選第一個 這個的話就是景狀態 就會像這樣子顯示 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這個的話 它就會有實際拍攝的畫面 那同時呢 像這樣子 有實際拍攝的畫面 那同時呢 也會出現一些基本資訊 那這個就是完全全部的螢幕 都是你的整個拍攝到的這個畫面 這樣子 這些是它這四個控制的差異 那其他功能呢 就 應該是大同小異啦 因為手上 GoPro8剛好不知道 手上沒辦法去細看 所以這個前置螢幕 我覺得是8跟9最大的差異 還有它整體的大小差異 另外9有個特點就是 這塊可以拆喔 不過很緊 我已經拆過一次了 但是其實 裝上去之後還是很緊 阿 轉下來了 像這樣 這塊可以拆 但真的很緊 所以 你沒什麼事也不要拆啦 然後這塊其實它是可以去做替換的 它前面這個鏡頭可以拆 是因為它可以讓你未來去做一些 鏡頭上的替換 但是 我那時候在買的時候問一下店家 然後他說這些配件其實都還沒有出 所以你現在就算拆了也沒什麼可以讓你替換 然後 沒時間也不要拆 因為真的 其實真的蠻難裝回去的 拆跟裝其實都蠻困難 因為它都卡得很緊 所以沒事不要拆 那另外現在GoPro9剛出 所以它的所有配件也都還沒有出來 有看它出什麼配件 我們再來看說有沒有需要去補充 看一下其他東西 不過我另外有購買了一個周邊配件 是我們之前買GoPro8的時候 沒有去買三位這個GoPro專用的配件的產品 打開盒子裡面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選擇買這個 因為這個我那時候在考慮說要不要買一些搭配的腳架的時候 後來那個店家跟我推進這個 然後我也現場有試過 我覺得這真的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我最後決定買這個 這個有什麼好處 等一下我先把它拿下來 這產品有什麼好處 首先這個產品 它可以像這樣子 去延伸 讓我可以拍到比較遠的鏡頭 除此以外呢 我也可以像這樣子把它收起來 平常不用說可以像這樣收起來 啊對了這裡要補充一下 你今天這個要收起來 你會發現卡住 有一個按鎖 我那時候不知道 我找了超久了 後來是他們才跟我講 這邊有按鎖按下去之後才可以收 另外這個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底下這裡 你這裡可以把它轉開喔 轉開之後你可以再抽一個腳架出來 那這個腳架你可以再像三腳架一樣立起來 像這樣三腳架立起來 那這裡其實可以裝在這上面 不僅如此 這個其實還可以再拆 拆起來了 這個可以像這樣拆起來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再把GoPro 裝到這個上面 像這樣 再把GoPro裝到這上面 然後這個可以再立起來 嘿 像這樣裝起來 我現在是沒有索羅斯啦 像這樣裝起來 然後這個可以拿起來 喔 這裡我覺得九算整體 大小尺寸都有變大 但有一個很棒的就是 它這裡的這個 這頭它真的是有繼續做萬用的 讓我們繼續跟它周邊配件都可以用 不用說我今天買九州的配件全部充滿 只有電池不通用而已 幸好這電池不通用 好 像這樣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然後這個不要用的時候可以再收回去 應該是這邊 好 所以像這個我覺得是很方便的配件 不僅可以延伸喔 這個配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假設我平常覺得 我不需要延伸到這麼長 我可以把上面這段拆下來 這段可以拆下來 像這樣拆成這個 然後其實把GoPro裝在上面就好 當然用它原本這個裡面 附的這個裝上去就好了 它這裡側面有兩個洞 注意看的話 側面有兩個洞 那這兩個洞 其中大的洞 其實就是 裝它的這個延伸腳架的 這裡另外一個看起來比較小的洞 就是把GoPro裝上去用的 哇 我真的覺得這產品真的很方便耶 非常的 通用各種東西 而且你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我覺得這產品很棒 就像這樣子把它裝起來 OK 像這樣裝起來 那我就可以手拿著GoPro 開始去跑了 所以接下來呢 這禮拜我就會拿著GoPro9 像之前GoPro8一樣 一邊拍攝 然後一邊去測試它的功能 所以接下來後半段的影片 就可以來看一下 我拿著GoPro9 去拍攝跑步的影片 那同時聽說這一代的 它的防守震效果更強 我們就一起來期待一下吧 我要保護我 這是一間延伸的 要保護我 要保護你 不用了 要保護你了 要保護你了 怎麼回事 還有保護我 就好保護我 她在看我 airs 耗子 要保護你了 沒有 又不要 走開 打拖拖啦 你怎麼要拿拖拖啦 打拖拖拖 走抖 第一個 表示另一個 好 超過來 拿拖延 打拖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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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接下来已经大概过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就来试用这台GoPro 9去进行运动拍摄 那基本上在8的 它的防手震功能就已经算是非常的强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 在拍摄上我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可能是因为我需要去做更接运动才比较感觉到它8跟9在防手震效能上提升 那是我的拍摄 就只是拿着跑步而已 感觉上是不强烈的 不过这次的这个配件 反正这个配件三回我用起来我觉得还不错 虽然目前我只用了一个段落就是只有把GoPro这些装置上面去使用这种状况 但是这个握起来真的蛮好握的 这个礼拜拿着这个跑步我觉得手感真的还不错 这个我很推荐 那接下来有接我再试看看它如果加长那些功能用起来如何 到时候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些 剩下GoPro9 它让我比较觉得比较好就是我觉得 它的拍摄画面好像有比8再好一些 因为我刚刚有重新去看一下我在 我拍摄8的影片 去看一下那些拍摄跑步的片段 我觉得在9它的画面细节上好像要比8再好了一点点 不过没有那么的明显 啊我刚才发现原来用GoPro拍出来的照片 只有72dpi 那这倒是出我意料 我本来以为它应该更高 没想到只有72dpi 倒是少了一点 跟就顶多变得像是手机拍摄 Yana 当作主要拍摄摄影机 我觉得可能还是没那么适合啦 它还是去发挥它的专场 去进行运动型的拍摄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于GoPro9 这个新的运动摄影机的 使用了一些新的感想 那在这边向大家分享 那今天影片基本上就到这边 之后有一些新的东西 或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或者是GoPro我有尝试出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 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啰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